如今娱乐圈想要常常排名粉丝最爱男艺人前列 他不仅是要演戏演得好 阳光帅气再加上健美的身材 那才能吸引粉丝们疯狂打call 所以运动型男斗骁自然是明月前茅的节奏了 继续参与各类运动的体验 更是运动品牌大大们的宠儿 10月29日 斗骁现身上海作为斯凯西品牌单演员的身份 参与上海10公里国际精英赛的赛时 当天衣身红色运动外套 再加上经典的大白牙 这样的斗骁真是满屏的阳光帅气 一提到参与活动 斗骁也是全程挂着笑容呢 看着选手激烈赛跑 斗骁也是跃跃欲试 而该品牌另一位女生代言人则是武力唐嫣 也是清新这一派的 看来品牌方找这对搭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而且这两位合作的新系刚杀青 私底下应该没少交流吧 摩擦出非常好的活 那其实就是我们在配战派系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友善非常开心 我们整个拍戏 大家组了一个组合的名字 叫汤豆一包 就是汤汤我 然后呢一是那个鱼一 然后呢包是小包走 汤豆一包组合 既然是阳光运动型男 生活中喜欢大胆尝试激烈的户外探险 所以对这穿着要求是不是很高呢 像我自己平时有时候会去做一些比较激烈的户外运动 我会有这个跑步 我会有一些登山徒步什么时候 所以说 其实很多performance系列的鞋子 很适合我这个比较运动的一面 那平时生活中又会比较 easy casual 所以说我觉得DLTA什么都蛮好的 这样充满积极正能量的豆硝 一定是到哪里都很受欢迎吧 这部刚接了一部新戏的他 听说剧里要饰演一位医学天才 还要被大段大段的专业台词 这个任务听上去有点难哦 第一次饰演一个 医学界的一个题材的戏本 然后呢自己 其实一开始还蛮担心这部戏的一个角色 因为他既是医生同时又是一个患者 所以说他身上背负的东西还比较多 然后呢再说是这个有医学领域里面 比较比较深的一个 就是特别是跟这个精神可以打交道的 就是很多专业的术语啊 还有一些新的一些认识 学到了很多这一次